2023年7月14日 新闻说会有一场天文盛况 超级月亮 只有我知道 这场所谓的天文盛况 不过是灾难来临的前兆而已 超级月亮发生后的第三个月 一颗小行星撞击了地球 引起范围性的海啸 不久后 一种新型病毒开始肆虐沿海地区 随着病毒的传播 一种被称作丧尸的怪物开始出现 你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一切 因为我是众生者 鹿林小姐 您抵押贷款的资金已经下来了 预计两个小时内就会到账 请注意查收 贷款中心的客服 把我从睡梦中叫醒 听完它机械性的告知语后 我默认得硬没一声 哦知道了 不等我挂断电话 那边便率先传来了脑音 平时起床气很重的我 丝毫没有为这种不尊重的行为 感到恼火 我自己也说不上来原因 大概是因为心情很好 手机还没放下 贷款资金到账短信便来了 建设很行 林伟号5555的账户 4月8日9点56分 汇入贷款资金2560523.55 余额4105300.55 200多万的贷款 是用我唯一的房产进行抵押 才得到的额度 在抵押房子之前 我同样把车子 车位等资产进行了抵押 再加上各类民间贷 生意贷 网贷等等 距离末日来临还剩下一个月 趁着人类秩序还在维持 我需要用钱来做足应付 末日来临的准备 毕竟钱在末日之中 只会沦为废纸 食物和各类生存物资 才是硬通货 通过上一世在末日中 长达10年的生存经验 我很清楚海洋是 隔绝丧尸的一片净土 所以我准备购买一艘 远洋帆船 作为生存的坚实基础 虽然远洋帆船有诸多缺点 但毫无疑问是末日下 最具性价比的生存基地之一 上一世我生存了足足10年 才命丧黄泉 即便在我死亡的时候 神话危机并不像是 一时半会儿就能结束的样子 所以我要做足长期生存的准备 而长期生存 最大的弊端就是固守待员 在陆地上 即便是把生存基地 打造的固若金汤 可仍旧有着致命的威胁 丧尸的可怕不过是浮于表面 人性的恐怖才是直达内心 所以一艘皆是兼顾的远洋帆船 非常适合末日生存 远洋帆船的灵活性 简易的操作性 以及可观的储藏空间 与活动空间足够一家三口 在海上过着富足的小康生活 甚至积一积 一艘合适的远洋帆船 足以容纳6-8人 在海上长期生存下去 这款帆船能够提供高达5吨的安全载荷 这样的负重足够 为我提前准备末日套装大礼包 留下足够的空间 除了足够多的生活物资 各类生活设施也是应有尽有 从洗衣机 微波炉 到咖啡机甚至洗碗机 这些都是标配 除此之外 我还选配了低功率的海水氮化装置 大容量电池组 多样的发电机 太阳能 风能和水流能 以及多波段的电台 大功率雷达 声纳 足够更新替换数十年的配件 和备用翻锁剧等 我甚至已经做好了 以年位单位的生存周期 如此漫长的岁月里 自然不能顿顿吃罐头配鱼 所以柴火炉 嵌鹿石卡式炉 嵌鹿石电磁炉等 各类户外生存装备 也全部选配了三至五套部的 最重要的是 这款帆船的一个人 便可轻易操控 这样的属性 可谓是我的梦中勤船 接下来只要等待我的帆船到位后 就可以开始大批量的物资采购 来填满帆船上 所有能够放置物资的空间了 也许今天是我的幸运日 贷款到账后没多久 卖船的商家又打来了电话 告诉我的船已经送过来了 目前就停在东海市港口 挂断电话 我风风火火地冲出家门 开着车一路向西 直奔港口 卖船的商家是中分混血 名叫刘明 男性 他亲自在港口迎接着我 显得十分重视 毕竟两个月前 我只付了三十万的订金 还有近三百万的尾款没有结 停车后 我与刘明寒暄两句 便迫不及待地奔向我的帆船 刘明跟在我身边 十分热情地为我讲解着 这艘帆船的各项功能和好处 我一边漫不经心地应付着它 一边检查着帆船的各项功能和整体结构 这艘帆船比我想象中的空间 还要大上许多 独立空间有六个 两室两厅一出一位 确定配置没有任何问题后 我便主动提出可以结清尾款了 若非刘明不同意贷款买船 不久后的将来 或许我连尾款也可以不用付 这样的算计 放在和平时期虽然有些不妥 但在末日来临后 就会显得非常合情合理 结清尾款后 我开着船在海边是船驱事了两天 确定船没有任何质量问题后 我便开始实施批量采购物资 单身汉的好处 在这种时刻便显露了出来 无牵无挂 无忧无虑 最大的好处莫过于所有的生存物资 都归我一人支配和享用 凡事都不需要考虑 为他人多留一份 租了一辆面包车后 我便直奔离我最近的 大型仓储型超市麦德龙 第一轮扫货 我买了十袋面粉 十袋大米 土豆 胡萝卜 红薯等以储存的蔬菜食物 船上的空间虽然很大 可是要做足长期生存的准备 又显得寸土寸金 因为买的东西实在太多 以至于惊动了超市的工作人员 来帮我搬运 我没有拒绝 因为我不用担心 会暴露自己的生存地点 我压根就没有什么固定的生存地点 我并不打算购买太多生活物资 原因有两个 第一 我的帆船再重量虽然有五吨 但在打算长期狗活的末日里 还是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第二 俗话说皮肤无罪怀必其罪 大量的生活物资 必然会成为各方势力的争夺对象 更不要说我目前只有一个人 存放完毕第一轮的生活物资后 我又赶回了超市 这一次我买了大量的巧克力 饼干 糖果 牛肉干 葡萄干 赖条等等自己爱吃的零食 装进便包车后发现还有空间 于是又买了各种调味料 老干妈 豆腐乳等 把这些物资全部装进帆船之后 船里的空间便去掉了五分之一 第三次折返超市 我没有大量采购 只是针对性的买了一些卫生纸 卫生巾 洗衣液 沐浴露 洗发水 睡衣 拖鞋 床上四件套 各类春夏秋冬季节的衣服 计算了一下 差不多能用一两年就够了 装下这些东西后 帆船内还有大量的剩余空间可用 然而我却并不打算再继续采购物资了 我之前说过 我甚至已经做好了以年位单位进行生存 即便是再来十艘填满物资的帆船 想要持续性地生存下去 也是不可能的事 第四次折返超市 我买了20箱矿泉水 然后便离开了超市 接下来直奔户外用品店 各种品类的多功能野外工具套装 直接买了五套 再然后就是鱼具店 各种配置 齐全的吊具箱也直接买了五套 最后是药店 按照所需购买的各种药品和防护用具 以及营养品 直到再次把面包车 塞得满满当当后这才走吧 至此 我囤积物资的计划即将进入尾声 将第四轮购买的物资放入船内之后 我来到海底捞美美地吃了一顿 忙活了一整天的时间 怎么也得犒劳犒劳自己 吃饭的时候 隔壁桌刚好有一个女孩在过生日 店里充斥着欢声笑语 洋溢着欢乐的气息 过生日的女孩肝大癌都要饭了 但内心却开心的像是吃了蜜糖 我羡慕地看了两眼 为对方送去了一个祝福 随后一起跟着笑了笑 得到了对方回赠的一块蛋糕 这将成为我在末日中 为数不多可以回忆的美好时刻 吃过饭后 我直奔楼下的烟酒专卖店 第一家烟酒专卖店 我买了一整箱白35 555 一箱50条 如此大量购买烟草自然是禁忌 但老板在我每条家家20人的诱惑下 自然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答应了 第二家烟酒专卖店 我买了一整箱蓝白沙 这次老板坚定了许多 我家家31条仍旧不肯卖 我不想和老板浪费时间 我家41条 老板一脸为难 白手道 姑娘 不是钱的是一分钟后 老板一脸热情地抱着一箱蓝白沙 帮我放到了后备箱 慢走啊姑娘 后视镜里 老板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冲我挥着手 见钱眼开似乎是每个人的特质 抓住这一点 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事 是用钱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加钱 接下来我如法炮制 几乎把附近能见到的烟草店 都扫荡了一遍 满满一面包车的烟 这若是被查到了我很难说清 好在一路绿灯 我开回了港口 将香烟对放进帆船后 我大概数了一下 各类香烟加起来 足足84项 合计4200条 这些香烟把整个客户 几乎都要填满了 只有上层还留有一丝缝隙 折腾了一整天 我也累得够呛 锁好船上所有门窗 我回到岸上 对着帆船摁下了锁船键 蹲蹲 锁好船 我开着面包车 呜呜啦啦的回到家里 洗澡睡觉 第二天 我起得很早 因为今天要接收一批物资 之前在盐城订购了一批精盐 盐和盐一样 也属于敏感商品 不过好在最近几年 对盐的管控已经放松了许多 所以我大量买盐的时候 并没有受到阻碍 我买的盐全部是独立小包装 每包500克 共计2000包 也就是足足一吨 将所有的盐存放进帆船后 帆船的水位线尘下去了一大截 至此 帆船的内部空间仅剩下五分之一 剩下的五分之一中 一部分是我的卧室 一部分是客厅和储位空间 帆船的卧室是标准的豪华双人床主卧 坐在案板上看着帆船的平面图 我思考了许久 最终我决定牺牲一部分主卧的空间 多囤机械药品 在末日里 食物是一等一的硬通货 半块过期的面包 足以让一个人抛弃所有的尊严 成为你的一条狗 而烟 酒更像是石油一般珍稀的资源 在生产业几乎被摧毁殆尽的末日里 烟酒等资源是绝对的供不应求 至于盐 更是上一世被称为末日黄金的存在 食盐的成分是氯化钠 氯化钠是维持人体内环境平衡的 如果不吃盐 内盐摄入不足 就会使机体细胞内外渗透压失去平衡 一旦渗透压失去平衡 那么就会促使水分进入细胞内 从而产生程度不等的脑水肿 轻者出现意识障碍 包括嗜睡 乏力 神志恍惚 严重者可以发生昏迷 我对自己的生存基地有一个很清醒的认知 那就是它的储存空间 远远无法满足我的生存需求 所以我只需要存放足够我生存一两年的食物即可 至于其他的生存物资 我也完全没必要大量存储 只需要后期进行末日贸易即可 我期间考虑过再囤积一些酒 但酒的单体面积太大 囤放的性价比不高 现在我有几千条烟 几千代言 就足以让我在末日里过上人上人的生活 在前世末日来临的第一年 一根烟就可以换到三天的食物 当然 前提是和你贸易的对象是末日中的上等人 一般人是没有这个资本进行贸易的 无论是什么时代 只要人类文明还在 那么就一定会有一定比例的上等人来 掌控着绝大多数的资源 这是人类历史上亘古不变的铁律 就凭我目前拥有的这些资源 在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里 我可以说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 至于匹夫无罪怀必其罪的威胁 我更是不必担忧 鉴于远洋帆船的灵活机动性 社会阶级中低层的人 很难对我进行定位追踪 至于那些手握大量资源的上等人 更不会为了这些来犯险与我为敌 因为这些东西在他们看来 根本不值得浪费更为宝贵的武力资源 越是上等人就越稀命 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 在上等人的眼中 就连食物都不算是最重要的东西 只有自己的小命 才能够与武力资源相匹配 烟和盐是很重要 但对于他们来说 能用和平贸易的方式得到 何必动刀动枪 至于那些喜欢玩被水一战的亡命图 我很难去预防 但我不可能做到万物一失 就算我准备得再充分 也一定有考虑不周全的地方 所以我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地去小心行事 经过我的一番考虑 我在纸上列出了以下要囤放的药品清单 感冒药 消炎药 止痛药 止泻药 绷带 纱布 窗可贴 云南白药 酒精 维生素 抗生素 这些全部加起来 要占据我卧室一半的空间 但即便如此 我的卧室仍旧有足够多的活动空间 甚至还可以再买一台跑步机 供我健身使用 裂完清单后 我马上开着面包车 乌乌拉拉地奔向药店 按照清单进行购买 用一上午的时间将清单任务解决 将药品存入帆船 按照最优化的摆放方式 将帆船的空间利用到了极致 摆放完所有药品后 我发现还有一丝丝空间 本着绝不浪费的原则 我网购了两箱防风打火机 俗话说得好 给烟布被火 纯属调戏我 我在狗东买的当日达 赶在12点前付款 下午就可以送达 等打火机送到之后 整艘帆船便被我彻底填满 再也没有一丝一毫多余的空间 当然 我没有牺牲自己娱乐休息 以及活动的空间 囤积物资的任务 至此便彻底结束 躺在宽厚的双人大床上 望着床尾挂着的55寸大电视 突然灵光一闪 猛然坐起身 拿起手机打开了狗东 4T的移动硬盘 直接一口气买了20个 并且要求店家 帮我存满电影电视剧和小说 还有音乐 面对我这样的要求 商家一开始是拒绝的 直到我提出 额外支付1万元辛苦费后 商家的态度 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没有理会店家 刷屏式的感谢术语 我退出聊天矿 又开始搜索游戏笔记本 最顶级配置的 游戏本2万元一台 我买了三台 仍旧要求店家 帮我装好各种单机游戏 接下来是各式各样的游戏机 包括PSP Xbox Switch VR头衔等乐设备 一番购物 直接花掉了近20万 之前囤积各类物资 花掉了近30万 其中有小20万都花在了买烟上 买完东西后 接下来就等待收获即可 我又躺了下去 美美地睡了起来 第二天 我起床后 直接来到了网吧 开了一个包间 坐下后 我从花包里拿出了一个小本本 这个小本本上 记录着各式各样的联系方式 包括手机号 微信 微博等 重生后 我一直在重复做一件事 那就是收集前世 所有幸存者们的联系方式 他们大多都是 末日里的顶级强者 既有末日里 雄居一方的资源大佬 也有生存能力超强的 囤货流狗王 更有武力值爆棚 能够在丧尸群中 自由穿梭的爵士高手 我为每个人 单独编辑了一个文本 以短信 邮件 私信等形式 加了定时发布 定时到20天后 也就是末日来临前的 倒数第7天 一口气编辑了上百条 不同内容的短信 耗费了我大量的脑细胞 这些短信的内容 主要针对他们每个人的情况 进行了指向性的引导 首先 第一个要透露给他们的 便是末日即将来临的消息 其次 他们很多人在末日初期 并没有展现出 中后期量的生存实力 为了尽快让他们适应末日 尽快发展壮大 我把自己所了解到的一切信息 全部都提前透露给了他们 做完这一切后 我都感觉自己太伟大了 简直像圣母 如果我真是圣母 那就好了 可惜我不是 我不过是为了能够 尽快稳固末日时代的格局 来达到我开展 末日贸易的目的罢了 末日生存单靠个人的实力 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唯有大家一起努力 才能创造更好的明天 既然我胆敢提前 透露消息给他们 就说明 我有着足够的信心来牵制他们 这一百多个被我选中的人 他们绝大多数的秘密 我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因为上一世 我吃的就是贩卖情报这碗饭 将所有的信息定时完毕 我逐一检查了没有任何纰漏后 忽然网页上弹出的新闻热搜 吸引了我的目光 一颗落地直径为50米的小行星 落入日本海附近 引起了巨大的海啸 袭击了日本沿海的几座城市 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新闻上描述 据专家称 这颗小行星冲入大气层时 直径为200米左右 经过摩擦燃烧后 落地直径仅剩50米直径 并且落点位于海洋 若是落点在陆地上 恐怕会造成小范围的生物灭绝 纵使我前世见识过这场灾难 并且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然而再次看到 现场拍摄到的照片和情况时 仍旧为之一颤 太恐怖了 根据计算 这颗小行星的威力 相当于65颗广岛原子弹 同时爆炸的威力 这场灾难自然在极短的时间内 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轩然大波 各种末日论再度开始在网络上发酵 尽管全球各个国家政府都在稳定局面 但仍旧抵挡不住人民 对灾难进一步升级后的那种担忧与恐惧 但发酵归发酵 大多数人在无能为力的现实问题前 要么选择视而不见 要么选择直接摆烂 不管末日是否来到 都改变不了他们活在当下的决心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 大多数普通人仍旧是该吃吃喝喝 或是不往心里割 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非常期待末日的来临 因为这起灾难事件过于重大 整个热搜板块几乎全部被其占据 我将所有新闻都看了一个遍 最终诺默关掉了电脑准备离开 我知道过不了几天 这件事就会被人们逐渐淡忘 灾难程度再大 也不会影响大多数人一个月三四千的工资 房贷照样该还还得还 人们关注新闻的热度最多持续一个星期 时间长了就会罚 有那个时间 还不如多刷几条黑丝和腹肌视频来的舒坦 接下来的日子 我还有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花钱 之前的四百多万现金 买完帆船和物资后 还有六十万左右 距离我计划的出海时间还剩下二十天 也就是说我平均一天就要花掉三万块 虽然可以肆意挥霍 但是我不会选择自甘堕落 若是现在就把身体掏空的话 那么在末日里也就没什么生存的必要了 如果说想要把钱花的既健康又疏心 去健身房无疑是首选 重生之后 我虽然也是健身房的常客 但我从来没有买过私教课 所以和大多数流水线班健身爱好者一样 我很少被健身教练们关注 偶尔有几个金虫上脑的教练 想要过来搭讪 也会被我的冷淡态度击退 我并非不喜欢男人 只是身安末日生存法则 内心封闭了而已 但如今 我要打十个 一口气购买了五位猛男教练的私教课 两个辅助我做训练就足够了 剩下的 一个为我准备饮料 一个为我擦汗 同时第一只丧尸出现 当然 目前为止大家都不知道是丧尸 借着疫情的由头 大家都以为新出现的病毒感染者 只是新冠疫情变异的产物 我每天关注着新闻的变化 只是为了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好在事态的发展和前世一模一样 没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我安然快乐地度过了20天 也成功地花光了手里所有的闲钱 末日来零前七天 我把家里收拾了一番 锁好门窗 背着旅行背包下了楼 邻居们问我去干嘛 我只是简单回应去旅行 我不是没有想过 给这些邻居们提醒一下 但不会有人相信我的 新闻上虽然在压制丧失病毒爆发的热度 可如今是信息时代 各种实锤的小道消息满天飞 在各类实锤视频和照片的轮番轰炸下 大家都一如既往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一句视频是屁的 让许多人都心安理得地 当成一个笑话来看待 只有少数人敏锐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开始在为不知是否会到来的末日做起了准备 所以人格有命 该活下去的人怎么都会活下去 不该活下去的人 就算再怎么帮助他们 也不过是浪费感情罢了 我来到港口上了自己的船 开始准备向着我的目的地出发 站在甲板上解开绳子的时候 望着眼前这座熟悉的城市 我的心情无疑是复杂的 上一世 我经历了东海市这座港岸巨人的衰败与落幕 这一世 我只当是做了一场美丽的梦 一切准备就绪 我将翻升起起航 随着帆船逐渐远离港口 东海市的轮廓开始逐渐缩小 来到近海区域 我调整了航向 朝着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的方向驶去 马尼拉是我末日生存的第一站 我计划半个月左右抵达 那个时候 整个菲律宾大概已经沦陷 社会秩序彻底崩塌 但马尼拉之行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甚至关乎我能不能活过末日来临后的第一个月 我出发的时候是中午 风速表上显示风级在五级左右 半点阴天 似乎要下雨 不过好在我提前查过 最近半个月都不会大风暴出现 否则我出行的计划必然要被耽搁 经过一下午的航行 翻船周围已经看不到陆地和岛屿了 一眼望去 是茫茫然的大海 无边无际 因为我的船上安装了卫星宽带 所以即便是出海也仍旧会有网络信号 此时天色已经逐渐暗淡了下来 不过好在我有卫星导航 所以就算看不见也不会迷路 只要没有风暴 我可以在夜间安然赶路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我还是每隔半个小时 就会刷新一下天气预报和船上的预警装置 保证没有安全隐患的前提下 我拿出一盒自热火锅美滋滋的吃起了晚饭 夜里我打算多行进一会儿 因为天气预报显示明天风急会减弱 云晨两点多的时候 风力果然开始减弱 我果断降下了船帆 准备平船休息 一艘孤舟默默漂泊在汪洋大海上 这种估计感其实挺令人绝望的 不过对我来说 这样的生活早已习惯 还记得前世 第一次在似乎能吞噬一切的大海上休息时 我连这三天都没睡着觉 尽管强迫自己不去看大海 可脑海中仍旧忍不住会去想象大海的恐惧 似乎在我的船底 有一只恐怖的怪物刺激待发 准备击破我的船体 然后将触手从破洞中伸进来 缠绕着我的身体 将我拖入无底深渊 现在我检查过异常报警器在正常工作后 便直接躺在了大床上一秒入睡 一下午加一整晚的航行实在是太令人疲惫了 经过一夜充足的睡眠 我满血复活了 洗漱过后冲了一边卖片 我便出了船舱来到甲板上坐下 此时太阳出声 微微海风拂过 十分舒服 一边喝着卖片 一边拿出了手机 先是看了一眼天气预报 随后便开始刷新闻 新闻上有关变异病毒的报道已经逐渐增多 东海市甚至都已经有了疾病 不过好在政府足够强大 及时将情况稳定 但我知道这不过是暂时的罢了 一个新冠上且把人类折腾得要死要活 更何况这是天外来客带来的变异病毒 对付病毒最难的不是应对方案是否完善 最难的是排查感染者 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命题 因为大部分感染者初期是不会有症状的 但依然具备传染能力 并且传染的方式多种不样 甚至包括了空气传播 如果出现症状 那就说明病毒早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默默传播了很久 这种时候即便是军方出面也无能为力 毕竟不能直接把混杂了无症状感染者和普通人一起都秃秃了吧 刷了五分钟新闻 大概了解了一下陆地上的情况 我关了网络拿出了吊具准备垂钓 今天显然不适合航行 风太小 无法产生动力驱动帆船 这样无风的情况或许会持续到明天 所以今天就当是休息了 垂钓是末日生存必备技能之一 对此我早已是滚瓜烂熟 尽管当年我对垂钓并不感兴趣 甚至还有些讨厌 但为了生存 我不得不逼自己去做一些不喜欢的事情 专注地钓了一上午的鱼 我收获泼风 不算放生的一共钓上来八条鱼 其中有两条黑雕 三条黄雕 三条风潮石斑 算了算我一下也吃不完 于是个留了一条 其余的全部放生 中午的食物已经有了着落 一条红烧 一条清蒸 一条煮汤 虽然一个人生存十分无聊 但我早已学会如何在孤独中寻找欢乐 曾经我一度因为孤独几乎要精神崩溃 但我兴趣爱好 覆盖范围 极广的性格 每一次都能及时帮我找到新的乐趣 进而将我从自杀的死亡边缘拉回来 做饭 是一个可持续性很强 并且乐趣十足的项目 虽然做饭的过程比较繁琐和辛苦 但当我把三个鲜美无比的海鲜大餐摆上桌的那一刻 我的心里充满了幸福 加一块软糯鲜香 温白如玉的清蒸黄雕鱼肉 塞进嘴里慢慢咀嚼的那种快乐 更是无与伦比的 第三天 我继续向前航行 今天的风力达到了强风的程度 虽然动力足够 但强风也具备一定危险性 我行驶的将会更加小心和谨慎 毕竟对于我这种吨位的帆船来说 六级风已经有轻负的危险了 不过问题不大 第八天 我已经抵达黄岩岛附近 再往前即将驶出中国领海 所以我停了下来 这几天 我每天都在关注病毒的感染情况 和前世一样 第七天的时候 沿海地区的所有城市已经全面沦陷 内陆的城市虽然有部分比较安全 但距离沦陷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除了几个官方媒体 其余各大媒体都已经没了动静 只有贴吧 微博 各种论坛 还有交流情况的声音 官方媒体也只能更新一些鼓励 大家不要外出 锁好门窗 相信政府的号召性新闻 此时的我仿佛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一般 世人的恐惧 慌乱并不能影响到我 国内的情况都已经如此糟糕 菲律宾的情况更是好不到哪去 目前为止 菲律宾政府已经彻底抛弃了国民 连挣扎都懒得挣扎 直接让大家自生自灭 再过几天 整个菲律宾都将陷入 人间炼狱一般的绝境 这种情况下 尽管我没有出海证明 也没有护照 但我仍旧不需要担心 非法入境这种问题了 所以我在黄岩岛休息了一天后 再度起航 经过11天的航行 我终于在深夜时分 抵达了马尼拉南港 比预计抵达时间提前了4天 将船停靠在众多远洋海轮中间 我的隐蔽性大大提高 尽管夜里我已经很累 但我没有选择休息 而是熬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早上的时候 我通过望远镜的观察 可以看到在港岸上 有数十只分散的丧尸 正在无头苍蝇一般四处晃荡 周围看起来 似乎没有活人的踪迹 然而就在这时 一行六人突然拿着自动步枪 从岸中杀出 伴随着密集的弹雨倾泻 港岸的丧尸 不过半分钟便被一扫而空 这就是热武器的真实威力 根本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 一队士兵拿着火力充足的热武器 却仍旧抵挡不住 几十只丧尸的围攻 至于为什么人类有热武器 却仍旧无法全面消灭丧尸 除了我之前提到过的 难以辨别无症状感染者的原因 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 在这场看似天灾的背后 其实还隐藏着一个天大的阴谋 观察了一番 看着他们即将冲上一艘海轮 我急忙拿起了对讲机 调整了频道 如果我是你们 就不会上这艘海轮 说完后 我仍旧注意力集中地观察了他们 果不其然 他们立刻停了下来 顶头的一个华人男性 有些诧异地摘下 挂在肩上的对讲机 你是谁 如果你想救自己的母亲 并且让你这一堆人都活下去的话 最好按我说的做 你到底是谁 听到我提及他的母亲 那人似乎更加诧异 声音都变激动了几分 这人名叫刘强 美籍华人 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五年 有过战争经历 半个月前 他带着年迈的母亲 来到菲律宾度假 恰巧前世的 我在那个时候 也因为感情问题 来马尼拉旅游散心 在一个酒吧里 我认识了他 并且与他相谈甚欢 最后开展了一段 不可描述的互动情节 为了他 我延长了在马尼拉旅游的时间 不得不说 跟他在一起的时光 确实很快乐 即便是如今我也十分回味 但我并不会选择与他再续前缘 因为他实在是太阴险 太恶毒 为了自己的利益 在末日来临的时候 不惜将我当成礼物送给别人 只为了换一箱矿泉水 至于他身边的那几个人 也都不是什么好鸟 尤其是被他身后 那个名叫马迹春的家伙 明明的刘强是好兄弟 然而当时明知 我是刘强的女朋友 却仍旧总是盯着我的胸和屁股看 甚至在末日来临的第二天 他趁刘强外出寻找物资 把我堵在角落 想要对我涂抹不轨 我这小豹脾气能忍 当场一脚让他变成了人妖 想要活命 最好不要问没有意义的问题 我淡淡地说道 你母亲现在在海哥号上 海哥号上没有丧尸 并且有大量的物资 但是需要注意 海哥号上已经有幸存者占据了 他们的领袖叫霍斯本 也有枪 这番话说完 刘强沉默了一会儿 这才继续说道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们的枪声这会儿 吸引了大量的丧尸 信不信我随便你 我知道 刘强一定会信 因为他虽然不是一个好人 但却是一个好儿子 不知道是不是铁律 越是阴险狡诈的坏人 就越是超级大孝子 说完之后 我关闭了对讲机 现在就等刘强钻入 我为他埋下的陷阱 尽管这个陷阱并不高明 但我知道他一定会上当 果不其然 刘强纠结了一会儿 立刻和身边的人吵了几句 随后直奔海哥号的方向 其他人虽然无奈 但也只得跟上 他这次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营救母亲 因为他母亲原本抱了一个海上流团 结果刚一上船 就爆发了生化危机 所以整个团的人都被困在了船上 其实我清楚 上一世的这个时候 刘强的母亲已经被感染成了丧尸 但此时的刘强并不清楚 很快 刘强带着人悄悄潜入了海哥号 不一会儿 海哥号上传来激烈的枪声 如今的刘强并不具备 和霍斯本谈判的筹码 再加上他是偷偷潜入的 自然会被霍斯本当成敌人对待 上一世的霍斯本 是看到我之后才主动邀请刘强上船的 不怕别人说我自恋 我对自己的颜值与魅力还是很有信心的 枪声断断续续响了几分钟 然后便彻底位于平静 此时数不清的丧尸被吸引了过来 朝着海哥号蜂拥而去 很快 整个海哥号上布满了丧尸 就算是有活人 恐怕也只能躲在其中的一个房间里苟延残喘 若是房间里有物资 或许还能多活几天 可如果没物资 那么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死亡 接下来 我在港岸等待了五天 每天我都在观察海哥号的情况 五天来海哥号上一点动静都没有 不能再拖了 再拖下去 我的位置将会变得十分危险 所以第五天的中午 我展开了行动 趁着深夜 我驾驶着帆船来到海哥号附近 找到了刘强之前 潜入海哥号用的攀登绳 顺着攀登绳 我很轻松地爬上海哥号 船上的丧尸早就被霍斯本等人清理干净了 进入船舱时 里面散发的恶臭简直令人作呕 不过好在我早有准备 提前戴上了防毒面具 因为对海哥号十分熟悉 我上船后直奔海哥号的货舱 为了防止船上还有活人 我走得小心翼翼 十分警惕 不过好在是我多虑了 一直到我进入货舱里 都没有看到一个活人 此时货舱内一片狼藉 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数十具尸体 我一眼就看到了刘强和霍斯本 这两个让我恨之入骨的家伙 不过我能活那么久 还真的好好感谢他俩 如果不是刘强把我送给霍斯本 我也很难那么近距离地接触到霍斯本 更不会再给了他致命一击后 夺走了他的武器 有了武器的我 之后的人生简直就像开了挂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必须来马尼拉的原因 我必须要拿到武器 地上散落的武器弹药 我没什么兴趣 货舱里还有很多霍斯本 带来的新武器 新到连包装都没打开的程度 霍斯本是本地一个光会头目 名下有几家武器店 所以他是不会缺武器的 挑了几把武器之后 我又找到了对应的弹药 甚至还找到了一些 手雷等大范围杀伤性武器 将推车赛的满满当当后 我这才推出货舱 来到甲板上 将所有的武器弹药 用绳索一一掉了下去 这样来回了几波后 我估摸着差不多了 于是便顺着攀登绳下到了帆船 经过这段时间的消耗 存放食物的地方 有了空间足够可以放下这些东西 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便没有继续留在马尼拉的必要 于是连夜驱使着帆船 离开了马尼拉的港口 一个月后 我进入了帕劳境内 这个总人口不足2万人的国家 早就已经彻底熄火 我来这里的目的也很简单 帕劳正是因为国家人口少 再加上是群岛国 所以丧失威胁性很低 整个国家有人居住的岛只有9个 而帕劳境内各种岛屿 加起来足足300多个 所以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要在这里度过 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会在这里遇到末日里 第一个可以信赖的势力 将船停在了科罗尔市附近的一个岩滩区 这里无人出没 并且岩石也很高 我把船停在一个岩缝之间 这里水深合适 隐蔽性也很强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我将一颗手雷挂在了舱的那把手上 只要一开门就会爆炸的那种 挂好手雷 我从天窗爬了出去 腿上绑了一把手枪 手上拿着一把冲锋枪 准备冲份后 我直接上了岸 因为距离科罗尔城区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我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 才来到科罗尔城区附近 此时科罗尔城区内的丧尸 大多都被吸引到了十分偏体的城外 城内有部分建筑建起了围墙和围栏 将丧尸抵挡在外 做这些事的 主要分成两批人 一批是本地人组成的生存者自救组织 另一批是从海上飘过来的一厢客 主要成员全部都是中国人 他们是一个公司的人 包船出来团建 来的时候好好的 没想到回去的时候回不去了 所以这一百多号人就这么留在了科罗尔 但是本地人不愿意 双方这一个多月以来 发生了无数次的战斗 伤亡均十分惨重 不过好在中国人这一伙中有个狠人 名叫周一南 是公司的老总 也是部队上退下来的老兵 他不仅领导能力极强 战术意识也很强 尽管手里没有热武器 但仍旧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最终成功站稳了脚跟 与本地人划分了各自的生存区域 并且达成和解 不会互相侵犯 可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和解了 但本地人那伙子却憋了一肚子的坏癖 我前世与周一南产生交集的主要原因就是 我救了他女儿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 前世我虽然成功救下他女儿 但他女儿也断了一条腿 只是保住了命 这一世我不会再重蹈覆辙 毕竟周一南前世也就过我许多次 甚至到我死他都没有算计过我 接近城区的时候是下午 我没有急着进城 因为我现在不确定 周一南的女儿什么时候会被绑架 必须要把握好时机 否则容易节外升职 接下来我在距离本地人自救组织的领地附近 很近的老房子附近 每天用望远镜观察着 他们每天都会派人出去搜集生存物资 一连三天 他们没有任何异动 直到第四天的时候 第四天的傍晚 我看到他们开出一辆 我前世非常熟悉的黄色面包车 这辆面包车他们只动用过一次 那就是绑架周一南女儿的时候 我清楚地记得 他们开出这辆面包车的当晚 我在周一南他们领地附近的一家宾馆睡觉 那时候我和周一南还没有结识 只是在周一南女儿周颖被成功绑架后 跑路的动静吵醒 我原本不打算多管 可是当周一南追出来的时候 若不可遏地大喊着 谁能救下他女儿 他就赏一箱面包和一箱矿泉水 当时我已经淡尽粮绝 饿得两眼发昏 听到这话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起身蹬蹬蹬下了楼 我就像孤单英雄一般站在马路中间 用手枪对准了面包车 面包车司机吓坏了 匆忙打方向盘 导致撞上了路边的建筑 即使赶来的周一南控制住了四名绑匪 救下了周颖 但可惜的是因为车祸 周颖的左腿没能保住 周颖被救下后 我也因为过度虚弱晕倒了过去 在彻底失去意识之前 周一南将我抱在怀里 问我是什么人 而我嘴里只是弄弄地说着 我的面包 还有矿泉水 本来我对周一南的承诺 已经不抱希望了 因为末日里 我见过太多阴险狡诈的火人 他们大多都不会信守承诺 不过幸运的是 周一南不是那样的人 他不仅信守了承诺 还把我带回了他们的基地 我再次醒来时 一箱面包和矿泉水 就摆放在我的床头 周一南听说我醒了 特意赶过来道谢 并且告诉我说这里很安全 让我可以安心休养 为了让我放心 他甚至还把我的手枪还给了我 在那之后的日子里 我确实过上了 前所未有的安心生活 并且我与周一南的关系 也迅速升温 导致我俩关系异常的诱因 就是周颖这个可爱的小丫头 一口一个我长得好像他妈妈 甚至他还总是问我 能不能当他的妈妈 时间一长 我和周一南不可避免 就发展出了不可描述的关系 回忆起这些点点滴滴 我的心理更加坚定 一定不会再让他受到半点伤害 于是我迅速下楼 悄悄地跟了上去 虽然我是不行 他们是开车 但时间上并不紧张 因为他们动手的时间在半夜 我有足够的时间 可以赶到周一南的地盘做好预警 我走了接近两个小时 一直到天色彻底黑下来的时候 才走到了周一南的领地附近 这是一个被铁丝网圈起来的公寓楼 高19层 周一南这边一共有120多人 男性居多 大概有70人左右 最主要的是 周一南方面几乎没有老弱病残 员工年龄全部都是20岁到40岁之间 在这个年龄段里 就算是一个女生也可以具备强大的战斗力 末日之下 没有女生再去追求柔弱美这种虚无飘鸟的东西 就算是自己身边的人再怎么强大 可末日里的安全感也只能自己给自己 这也是周一南给他手下的女性员工们长期灌输的理念 所以在周一南的强制要求 以及女性员工们自我觉醒般的意念之下 女性员工们每天都在和男性员工们互相内卷 以前在公司的时候 大家卷得要命 现在末日之下为了生存 大家卷得更是一个比个狠 你跑步跑5公里 我就跑5.1公里 总之无论如何都要超过你 就是这样周一南硬生生带着100多号人 在本地人数量超过他们数倍的情况下 在科罗尔城区内站稳了脚跟 末日来临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们已经把这个小小的生存领地打造的固若金汤 周一南的智慧与威望 是支撑生存领地持续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 抵达领地附近时 我找到了前世狗活过的那家宾馆 进入了那个房间 屋里的情形仿佛历历在目 什么也没有改变 我习惯性地打开床头柜的抽屉里 啪哒掉落了一堆蓝精灵 我将蓝精灵们用脚踢开 随后走到窗口 默默观察着外面的情形 此时那辆黄色面包车就停在公寓后面的视野盲区里 车上的四个人正蹲在一个路边 电话亭的背面看着面包 我原本想要直接给周一南报信 可是现在周一南和本地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紧张 彼此都非常敏感 我的出现 很可能会让周一南怀疑是不是本地人的阴谋 所以还是用我自己的办法就下周影合适一些 看着他们四个蹲在地上啃面包 我默默拿出一包蜡条 一袋牛肉干 一盒海底捞自热火锅 一瓶可乐 在床边吃了张桌子默默地吃了起来 等到半夜时 他们终于动手了 我打开了望远镜上的夜视功能 清楚地看到他们用大钳子将体丝网脚开 然后钻进去了三两个人 时候到了 看到这种情况 我立刻起身冲下了楼 这附近的建筑十分密集 道路窄小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偷偷接近周一南领地 却不被发现的原因 当然 周一南发现不了他们 他们自然也不会发现我 当唯一一个留在面包车旁望风的人发现我时 我的手枪已经顶在了他的脑门上 很快 他被我捆成了木乃伊斑 扔到了车上 随后我又用钢丝绳 将刚才被他们剪开的窝口给堵上 做完这一切 我又转身回到了宾馆里 大概二十分钟后 公寓里传来一阵响动 周一南的怒吼声清晰可闻 抓住他们 该死的惠普斯 一定是他派人干的 随着声音的响起 不过多时 刚刚潜入周一南领地的那三人 便回到了窝口的位置 本来按照他们的计划是可以逃出来的 但可惜的是那个窝口已经被我封死了 所以他们赶过来的时候 直接愣在了原地 然后就被周一南带领着的十几个猛男 堵在了角落 接下来的事情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随着潜入三人组的被抓 周一南自然也发现了那个被他们剪开 又被堵死的窝口 以及停在外面的面包车 很快周一南派人出来将面包车开走 同时也发现了车上被五花大绑的司机 至此 一行四人全部被抓 周一南也被安全解救了下来 周一南是个聪定人 他肯定察觉到了有人在暗中帮助他 所以他在离开的时候 打算在窝口的那个位置放下一个对讲机 拿走你的对讲机吧 我不需要 我拿出随身携带的对讲机 调整到了周一南常用的频道 周一南正准备离开 突然听到对讲机的声音 不由的被吓了一跳 为什么要帮我 这只是一个见面礼而已 我想和你们结盟 可我对你一无所知 听着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如果我愿意 可以对你们进行单方面的图路 明天早上 你一个人到东沿港见我 哦对了 记得带上一箱面包和一体矿泉水 这是我的酬劳 说完 我关闭了对讲机 喂 喂 你到底是谁 喂 很显然 我的话令周一南十分不安 他分明还没有来得及 说出自己的悬赏金 可我是怎么知道 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打算呢 尽管他很有能力 带领着手下打下了一座江山 可是这种被拿捏在手里的感觉 还是令他产生了危机感 第二天一早 我来到了东沿港附近的 一座瞭望塔中 坐在塔顶 我搭拉着双腿 感受着微风扶过 忽然 一个模糊的人影出现 随后逐渐向这边走来 我立刻冲他招了招手 喂 这边 十分钟后 周一南气喘吁吁的来到塔顶 将一箱矿泉水和面包放下后 他喘的话都说不出来 冲我白白手 示意要缓一缓 我也不急 做了给你请便的手势 缓了大半分钟 周一南拿起瓶矿泉水灌了一大口 你刚刚吼拉么大声干什么吗 不怕招来丧尸 还有你选的这个破地儿 成心想累死我是不是 我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过来坐 周一南微微一正 随后默默走过来坐下 你到底是谁 周一南看着我的侧脸 你看我像谁 我转过头 直面向他 轻轻撩开自己的头发挂在耳后 周一南看清我的脸后 顿时眼睛瞪大 呼吸咒急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周一南连连摇头 嘴里不停地嘟弄着 确实不可能 我收起笑容 一脸无所谓的耸了耸肩膀 毕竟苏曼在剩下小影后 就大出去去世了 除非神仙显灵 否则他不可能再出现在你面前 你 你怎么知道 周一南顿时警惕地瞪了我一眼 我知道你的一切 并且你们所有人的性命 都捏在我手里 如果不想自己家的老窝子被偷 最好让塔下那几个准备上来 对我进行回首套的小兄弟赶紧回家 我轻描淡写地说着 如今的周一南在有些方面并不高明 周一南闻言不由地苦笑一声 你果然知道了 说完 周一南拿出对讲机 吩咐了一句都回去吧 我靠 周一南你偷偷狗渣男 还真的偷偷带人来了 果然男人都经不起试探 我在心中暗脆了周一南满脸 随后说道 说正是吧 你们的位置很危险 这次绑架事件 只是那帮本地人其中的一个计划 后续他们会对你们发起猛烈的进攻 想要活下去 你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 另外 会对你们产生威胁的 不仅仅是那帮本地人 还有另外一个势力 上一世在我加入周一南一方后 那帮本地人对周一南的地盘 发起了好几次猛攻 好在周一南率领大家守住了地盘 虽然我们也损失惨重 可终归是活了下来 但好景不长 没过多久 一支神秘的部队登上了这座岛 他们先是对岛上所有的丧尸 进行了地毯式的清理 然后又入住城内 当城内的活人与他们第一次照面时 大家都以为就是主来了 可是冰冷的枪口却对准了他们 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开始了 我和周一南带着周颖 以及几个生存能力比较强的人 逃出虎口 至于其他人 全部死在了这伙人的手里 之后 我们便开始了长达半年的海上流浪之旅 在这半年里 我们不知多少次迷失方向 不知多少次接近崩溃的边缘 也有过内斗 甚至是互相厮杀 我和周一南以及周颖 从史之中都站在统一战线 另外几个人 虽然都曾经与我们同甘苦共生死 但饥饿还是瓦解了他们的意志 关于这支部队的事 我没有和周一南说太多 毕竟他们一时半会还不会来 眼下最大的威胁 还是那些本地人 对付那支部队 我没多大信心 但对付这帮本地人 我还是手拿把枪 我怎么不知道 是不是那帮本地人派来的奸细 我凭什么相信你 周一南脸色凝重 信了吗 我用手枪对准了他的头 你看你这人 周一南一脸无可奈何 却又拿我没有任何办法的表情 信了吗 我又举起冲锋枪对准了他 信 信了 周一南纵使猛的一批 可俗话说得好 功夫再高也怕菜刀 没子弹的 我发出节节节般的反派笑声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周一南叹息一声 韩木林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以后你把这些东西拿走 去找那些本地人谈判 让他们把南河港口放开 并且要一艘客轮 告诉他们你们马上就会离开这个地方 说着 我把一个箱子递给他 周一南借过箱子打开 发现里面居然是石条烟 科罗尔城内能被搜刮的便利店 早就空了 香烟是一等一的锦窍火 石条烟换一艘海伦问题不大 反正海伦那些本地人也用得到 另外你别打这些烟的主意 你要是敢背着我偷偷抽烟 老娘特么送你上西天 我一巴掌拍在周一南脑门上 郑重警告了一番 你干嘛 哎呦 周一南气坏了 猛男撒娇的看了我一眼 你又不是我老婆 干嘛管我那么宽 周先生 你也不想你去年忘记女儿生日后 随便找了个借口 说你工作很忙的事 对你女儿知道吧 你在我家中监控了 怎么什么都知道 初步合作意向 就这么达成了 周一南带着烟离去 而我则返回了帆船等消息 晚上的时候 帆船上的通讯台 响起了周一南的声音 韩木林在不在 说 他们同意了 很好 可是遇到了新问题 我的人有一部分不愿意离开这里 怎么办 毕竟我们对你一无所知 就这么贸然跟你走了 他们都很担心 周一南 我打断了周一南的话 很认真的说道 你愿意相信我吗 那头忽然沉默了 过了很久 周一南的声音再次响起 我愿意 那就打消他们的顾虑 说完 我关闭了通讯 之后的是 我不再理会 两天后 周一南带着人 登上用石条烟换来的客轮上 这是一艘中型远洋邮 能容纳2000人左右 我没有第一时间 融入他们的打算 虽然我对他们都十分熟悉 但现在的我对他们来说 具备太多不确定性 很难保证 他们对我有着前世的友好 毕竟我没有像前世那般 与他们进行过 同甘苦共患难的经历 况且我还有着另外的打算 在这个过程中 只是我与周一南进行联络 周一南虽然对我也 并非十足的信任 但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一来 我展现出了实力 折服了他 二来他也清楚 自己这个一厢客 在本地人的夹缝中 是很难生存的 虽然暂时看似局势稳定了 但虎视眈眈的本地人 却依旧具备着巨大的威胁 再加上 本地人也不想再与周一南 他们爆发冲突 毕竟每一场冲突 都伴随着大量的伤亡 我让周一南 汇报了一下他们现有的物资 差不多够200人生存20天左右 克伦整体也十分完好 油量充足 得知这些信息后 我又让周一南派人 到我停船的附近来取习物资 这些物资包括了15香烟 外带300金盐 还有100核抗生素 和100核消炎药 拿出这么多物资交给周一南 一来是想展示一下我的诚心 二来是想让周一南 清楚我的实力 毕竟周一南愿意相信我 已经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了 再加上他带着这么多人 都上我的贼船 万一我把人家卖了怎么办 所以想要周一南 接下来乖乖听我的指挥 这些血世必须要出的 当然 这些物资也不全 都是给周一南他们用的 其中只有那五香烟 是送给周一南他们的礼物 除了这五香烟 他们可以随意支配 其他的东西绝对不能少半点 这一点 我特别叮嘱过周一南 我也相信他会很好的遵守 一个人把所有物资 都摆放在岩石上后 我还特意拿出了一个礼物盒 礼物盒里面装了一个爆爆熊 以及二十本各类练习册外加一些文具 这自然是送给周一南的礼物 当我将写着就算末日来了 银宝也要记得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楼的爱心 便牵贴在礼物盒上的时候 我似乎都能听到周一 这个可爱的小丫头 天天地唱起了一首歌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除了这些 礼物盒底部的夹层里 还放了一把手枪 200发手枪弹和两颗手雷 这是给周一南的 有了手枪 周一南的统治力将会大大加强 令团队的凝聚力更上一层楼 也有利于我接下来的计划 检查好所有的物资后 我去船更换的位置 然后躲在暗处 等待着周一南等人来去 很快 周一南带着一群人呼呼拉拉的跑了过来 周一南因为得到我的单独告知 所以第一时间直奔礼物盒 并且不允许其他人接触礼物盒 大家看到礼物盒里装的是爆爆熊 也没往深处想 很快周一南带着人将物资全部搬走 搬走之后 我就安心回到船上继续休息 接下来的计划是要返回菲律宾 周一南带着人驾驶克伦先行一步 我则驱使着帆船远远跟在他们后面 虽然我的速度远不如这种大型克伦 甚至偶尔遇到无风的天气 船会停下来 但我有着克伦的定位信息 自然不担心跟丢 七天之后 周一南的克伦率先抵达菲律宾附近海域 十天后 我也抵达了菲律宾的附近海域 进入双方通讯范围内 我联系上周一南后 便让他直接前往美岸港口附近 但是不准停靠 而是派出几个人带着部分物资上岸 在一个名叫兵飞的酒店里等着 如今全球范围内的网络信号都已经中断 只有卫星电话以及波段通讯能用 拿出提前办好的卫星电话 我拨通了一个号码 和对方交谈了一番 我便通知周一南准备几艘快艇 将那些物资送上岸 我自然是要拿这些物资来进行贸易 贸易的货品是武器 与我联络的人是 菲律宾一个黑白通吃的大佬 名叫桑托斯 他手握大量军火 而且有着私人军队 所以在末日来的时候 他活得相当滋润 为了能在末日里过得更好 他开放了武器交易 大家都可以拿着物资来跟他交易武器 他并不担心培养敌人 首先他也明白 皮肤无罪怀必其罪这个道理 虽然他有私人军队 有着大量军火 但外面那些散落的各方势力太多 大家为了活下去 都会不择手段来跟他争抢武器 就算他可以轻易消灭这些人 但架不住盯着他的人实在太多 所以开放武器交易 可以制造多方势力相互牵制 因此他反而会更安全 不过他虽然很讲诚信 但散落在外面的游侠客们 就没这么讲道理了 为了让这笔交易顺利完成 我又用各种能联络上 岸上幸存者们的方式 泄露了梅岸港口 会有大量物资的情报 一下子 有数不清的人 呼呼拉拉 朝着梅岸港口蜂拥而至 在大家都往这边赶的过程中 有不少敌对势力在半路上遇到 那上来就是一顿秃秃 混乱的响动 吸引了大量的丧尸前来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甚至就连桑托斯的人都被误伤了 桑托斯一怒之下 派了大量的士兵前来压场子 先是将附近街区的丧尸清理干净 然后又郑重警告了其他人 谁也不能破坏交易的规则 于是 大家只能眼睁睁看的那些物资 被桑托斯手入囊中 而周一南的手下们 带着大量的武器返回了快艇 急速逃离港岸 在桑托斯的保护下 这场交易算是有惊无险的顺利完成 随后周一南向我汇报 这次交易一共得到了30把自动步枪 50把手枪 10把狙击枪 15把散弹枪 以及相匹配的各类弹药 共计3万发 在如今的末日背景下 我那些物资的分量确实值这些 我将分配这些武器的权利 都交给了周一南 在这方面他比我更专业 至此 船上除了周一南外 所有与我素未谋面的人 都产生了一份敬意和基础的信任 船上的人甚至主动请求周一南 让我可以到船上去 大家都想见见我 另外当面致谢 我没有推辞 直接驱动着帆船向船的方向赶去 5个小时后 我登上了这艘被周一南等人 重新命名的朝阳浩克伦 所有人站在甲板上欢迎着我 第一次见面 大家都很惊叹我是个女孩 但并没有人有偏见与恶意 周一南更是坦率地说 如果可以 他愿意放开全力 让我成为首领 船上这伙人 如今已经高度团队化 有了武器 周一南更是完全可以 将他们打造成一支 具备强悍战斗力的军队 晚饭的时候 周一南坐在我旁边 接下来怎么办 找个地方交易一些生活物资 然后返回帕劳 具体事宜你来安排吧 好 周一南也算对我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 大方向上他会听我的 细则上的是他完全可以处理 我们之间的关系 也算是跨越了一个鸿沟 接下来只会越来越牢固 我有信心 又过了十天 朝阳号向着帕劳的方向折返回去 周一南全程没有再问过我 为什么要回帕劳 一直等回到帕劳的时候 他才忍不住问了我这个问题 我没有回答他 因为我需要保持一份神秘感 否则他会认为我很好拿捏 上一世 我被他拿捏得死死吧 这一世 老娘要在上面 朝阳号在帕劳克拉群岛附近的 一座无人岛附近停靠后 我们便在这里筑扎了下来 半个月后 前世出现过的神秘军队终于来了 他们上岸就屠杀了大量的本地人 周一南等人得知这件事后 更是感叹当初 多亏选择了相信我 内心对我的感激更上一层楼 这支军队大概有两百人左右 我派人摸过他们的底 他们似乎有很强的目的性 将科罗尔城清理干净后 便将他们军舰上的东西 全都搬上了岛 看样子 似乎是要在这里做什么实验 这时周一南敏锐地察觉到 我要求返回帕劳的目的 很可能和这支军队有关 于是他单独找上了我 木铃 你实话跟我说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周一南严肃地问道 终结末日 我坐在甲板上 捧了一喝老酸奶 边吃边说 能不能具体讲讲 周一南似乎意识到 我的计划十分疯狂 连忙坐在我身边 我波澜不惊地说道 我手里有些准确的情报 他们在这里研制疫苗 并且成功了 但他们不会给公众用 这场末日 其实不过是一波大清洗 被清洗掉的 是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底层人 科技时代的瓶颈 到如今已经让人类迷失了方向 某些自诩为先驱者的蠢蛋 试图将资源集中整合 给精英群体 以寻求突破 你应该早点讲 这太疯狂了 我很难说服大家 周一南露出愁容 放心 他们内部有我的内衣 我拍拍周一南的肩膀 我不会让你的人随便送你 最后一句话 其实算是我第一次对周一南撒谎 前世我生存了十年 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前面我对周一南说的确实是真的 而且这伙人的内部 确实有我的内衣 只不过这个内衣 现在还不认识我罢了 但我有的是办法 让他与我达成合作 至于最后一句话 其实我自己并没有十拿九稳 毕竟我不是神 只不过总有人要做这些 我不是什么伟大的人 我只是想恢复正常的生活 仅此而已 但这个计划确实很疯狂 很危险 必须要有人为此做出巨大的牺牲 甚至最终可能会导致失败 我们大部分人都要死在这里 就连我也可能会死 就算是我们侥幸活下去 那么下场也好不到哪去 尽管我有前世的记忆 可以保证自己活得相对滋润些 可我并不想再经历那种煎熬的日子了 所以这个险 我必须冒 我将自己的计划 添油加醋地跟周一南说了一番 周一南考量许久后 也终于是同意了 我的计划很简单 过两天 我会尝试联络研制疫苗的重要成人之一 金东利博士 他作为疫苗研发者之一 从内心深处及其不愿意抛弃全人类的计划 但他一个人很难扭转局面 前世时 他主动联系了一个名叫张义的人 打算与他理应外合将疫苗的研制数据 与信息全部公之于众 结果自然是惨败 张义最后只有一个人跑了出来 在末日来的第七年与我结识 并将这件事告诉了我 但那个时候 绝大多数的人类都已经灭亡 谁都已经无力回天了 毕竟疫苗再怎么厉害 也无法让活人起死回生 三天后 我成功与金东力博士取得了联系 而经过三天的动员 周一南已经组织了一支赶死队 随时准备开始行动 我秘密与金东力博士 做好了进攻的准备 并且有意无意将前世张义失败的因素告知了他 将进攻计划准备的更加充分与完善 大大提高了成功率 但风险依旧存在 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一支装备精良 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 而我们只有30人 实力差距太大了 但我们仍旧没有选择回头 当天夜里 行动开始 我们30人分成三支小队 从三个不同方向秘密潜入 其中一支小队 带着所有的手雷和大范围杀伤性武器 准备前去破坏那艘军舰 另外还有周一南安排的人 驾驶着快艇在港口等着我们 朝阳号早早地行驶到近海区 等待我们成功撤退后马上跑路 我和周一南各自率领一支小队 一前一后潜入了他们的研发基地 在京东力博士的秘密帮助下 我们潜入的十分顺利 当军舰被炸毁的时候 研发基地内绝大多数兵力都被调走 我们的压力立刻小了很多 于是进攻开始 毫无防备的留守人员 被我们打得措手不及 经过一番激战 我们成功潜入了实验室 早已等候多时的京东力博士 马上带着备份的数据的电脑 与我们进行会合 然后按预定计划撤退 撤退的时候 敌方及时回源 这种时刻下 人性的光辉被无限放大 周一南的一位 心腹主动请求留下足迹 他曾经被周一南救过两次 口口声声说自己早就该死了 现在算是报恩 在他的心逃下 又有一些人主动站了出来 并无反顾地选择了 为我们争取逃跑的时间 最终 有八个人选择留下 顾不得感动 我们只能眼含热泪 保护着京东力博士夺命狂奔 不久 身后传来狂烈的枪声 仿佛带着那八人的嘶吼 向敌人倾斜着最后的木火 一个月后 我们带着京东力博士 和疫苗数据返回了中国 三个月后 第一批疫苗成功研制 半年后 疫苗大范围接种 接种了疫苗的人 就算是被丧尸咬了抓了 也不会再感染病毒 一年之后 世界恢复了平静 某天的清晨 当我在阳光的沐浴下醒来时 常常的伸个懒腰 看着窗外的景色 我忽然想起了末日初期 我打算在海上 以年为单位进行生存的计划 那时候 我还没有想过 自己拯救世界的计划会成功 不过 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和喜欢的人 安安心心的在一起了 不是吗 哈 转过头 我一巴掌拍在周一南的翘臀上 我靠 弄啥了你这是 周一南迷迷糊糊睁开双眼 起床做运动了 我嘻嘻一笑